政府通過了消防法修正草案 將寒送立院來審查 未來在營業場所 只要消防設備不合格的話 就會直接開罰 不再勸導改善 而罰還也會提高到最重三十萬元 有消防員就樂觀其成了 說這可以認為 可以減少到業者的僥倖心態 不維護設備 但是有學者就指出 只有對消防設備嚴管 這還不夠 這建築物的其他設置 也應該要被重視 高雄城中城一場活警 帶走四十多條性命 彰化橋友大火 也釀成嚴重傷亡 之間重大活警不斷 營業場所的消防安全 受到各界重視 而行政院二十四號 通過消防法修正草案 明定營業場所 只要違反消防安全法規 不再給予改善期 直接開罰 防火管理規定者 也提高罰則 來提升公共安全 消防員執行安檢 過去檢查找到缺失 只能開限期改善單 也讓不少業者心存僥倖 遲遲不作為 必須消防隊來回復查 不只曠日費時 也浪費人力 這回消防法大翻修 包括針對營業場所規定 辯言 只要違規 直接開罰 並且提高罰環 最高重罰三十萬元 還有要求 液化石油器容器零售業者 必須設置安全技術人員 另外要是謊包活警 規避檢查 或是營業場所 違反防火管理凳 通通要提高罰環 消防法修法 有學者認為只是改革第一步 包括建築的室內裝修 防火區化 防火牆等設置 也該加強 工廠的稽查 甚至在火警發生時 傷亡率較高的老舊住宅 都要嚴加把關 才能不讓悲劇重演 記者傳訊郭雀琳 台北報導 以上